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事件六月十八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今天要着重为您介绍的仍然是杨洁篪和蓬佩奥会面的后续进展 我们知道在今天早些时候中国外交部方面发布了简短的对于二者会议的声明 而今天晚些时候美国国务院的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史迪威 召开了长达三十分钟的记者会 详述了会议的各种情况 并且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史迪威在开场表示夏威夷之行非常愉快 我知道我们美国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 希望能够有所收获 这次我不会去讨论具体的内容 虽然我注意到中国的外交部进行了一些表态 我觉得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跟赵立坚争论的必要 但是我会在外交礼仪和规则允许的情况下 尽可能多的给大家介绍相关的信息 特别是我们在过去两天在夏威夷刚刚完成的工作中的想法和成果 总的来说 考虑到目前中美关系的所有情况 中国在这方面并不能说是真正的坦诚 美方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提供了一个坦诚并且富有成效的讨论环境 如你所知 美国寻求的是一种建设性的 以结果为导向的公平的互惠的关系 我们对此表达的已经非常清楚 这意味着不仅仅是要对话 我们还要看到行动 我们最近从中国看到了一些行动 但是这些并不是有建设性的行动 我们看到的是印度的行动 南海的问题 香港的问题 而这只是在中国周边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而像贸易这样的事情不幸地说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因此当我们试图处理这些关注到的议题时 我们需要确保我们可以利用一切机会 在可以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去解决那些我们当时不一定同意的问题 所以我不会去详细讨论我们到底说了什么 但是不管这些讨论是否有成效 我们都会看一看未来几周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是否能够看到中国方面侵略性的行为的减少 你知道任何关系中双方在这些事情上都不是一个巴掌能够拍响的 所以现在我们正在努力工作 如你所知总统已经不会再被蒙骗了 他基本上是在做他所必须做的事情来保护美国的利益 首先是贸易协议的跟进 但是在其他我们共同关心的领域 比如朝鲜 我们现在注意到那里正在发生的事情 我们希望可以找到可以合作的方式 我们也在寻找积极参与三变军备谈判的机会 你知道中国是一个核大国 俄罗斯和美国也是 这样的谈判将是很好的 我们鼓励中国并且希望他们参与这些谈判 很显然病毒也是我们讨论的话题之一 我们坚持要求中方披露他们所知道的关于这一场大流行病 是如何开始的所有信息 分享他们所拥有的一切信息 这并不是为了面子 而是为了拯救生命 我们坚持要求他们履行与世界卫生组织 还有国际卫生法规的协议 使得公开的信息得以呈现 而这是超越政治的 因此在我谈到建设性和注重结果的关系时 我们必须理解和评估这一点 也就是话是好听的 但是判断将凭行动来进行 如果我们嘴上说着和平 但是却有着咄咄逼人的行动 那么我们将不得不加大压力来管理这种状况 而我们做到这一点的最好办法 这不仅仅是美国 因为现在的情况不仅仅是中美之间的局势 这是中国对很多其他国家的问题 我们刚刚看到七国集团在香港问题上发表了非常强烈的声明 表明全世界都在关注着中国现在的行为 这些会谈的目的是帮助中国政府明白 他们的行为实际上对他们而言是不利的 如果他们带着一个合理的建议来到谈判桌前 美国显然会以合理的方式进行迎接 并且寻找方法来积极努力取得成果 而在随后的提问环节中 记者问道你提到中国缺乏合理的建议 这是否意味着中美两国在任何重大的分歧领域都没有达成合理的共识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是不是意味着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可言 史迪威表示好吧 我想说的是到目前为止 美国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是很明确的 在会谈上也说得很明白了 同时像病毒朝鲜问题 像三边武器合作这样重要的事情等 美国的要求没有任何误解的空间 正如我刚才所说 现在不仅仅是美国 还有七国集团和其他国家 比如说澳大利亚 这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他们也对中国表达了同样的担忧 这应该会在北京的人的心中引发需要重新评估他们所作所为方向的情绪 我们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一直是一致的 所以你可能在外交部的声明中看到了 他们念出了一个非常片面的说法 或者是说片面的说出了我们所谈论的内容 我们将近最大努力让整个外交的进程自行歧视 但是我希望你们看到中方采取符合我们讨论的行动 我并不是说我们达成了协议 但是美国方面非常明确地表明了我们的立场 所以我们将在接下来的一两个星期 或者是更长一些时间 看一看中国方面是否开始履行承诺 而记者继续问道 你如何描述中美两国高级外交官之间的信任程度 你刚才提到了南海问题 在中国在印太地区加紧频次派出航母的时候 在中国军机加紧频次进入台湾领空的时候 在你看来中国的算盘是什么呢 史迪威表示 我的对口部门还有国务卿的对口部门 我们现在正在发展相应的关系 我的意思是 你不能指责美国没有投入大量的精力 确保这种关系有机会取得成功 但是我们的另外一方面可以选择如何运作 你知道信任是言行共同组成的 如果你说了好听的话 但是却没有行动 那你知道言语成语行动才等于信任 如果没有后续行动 就像二零一五年那样 中国领导人说他们不会把南海军事化 结果他们就这样做了 你不必是数学专业的学生 你就应该明白没有行动信任就不存在 随后与中国人的互动 尤其是与国务卿 我的同级别的官僚 还有其他人的互动 同样我们得到了承诺 然而这些承诺经常是没有用的 之前我们就没有看到后续行动 即使看到后续行动也是有限的 而且不一定有用 至于南海军事化 击沉渔船 还有中国在台湾周边的更多挑衅行为 我想这很难说 鉴于现在所有的情况 鉴于世界正在与冠状病毒斗争 也许有的人在利用这一点 我想指出台湾对于冠状病毒的处理是值得称赞的 是世界上领先的 事实上他们比任何人都更早的知道 应该对中国境内的任何疫情报告表示关注 而且谨慎 他们是第一个关闭边境的方面 然后开始积极寻找疫情的迹象 但与此同时 整个世界仍在病毒问题上挣扎 我不明白这将激发中国方面如何的情绪 是不是会激发更多的挑衅行为 我的意思是 你看现在印度正试图专注于处理疫情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现在心不在焉 记者继续问道 你提到中方对于会议的解读非常片面 我想问一下 你希望他们怎么做 我的意思是 你可以给出美方这边的说法 那么你认为他们的解读是片面的 你可以具体话的说吗 还是你要让他们在具体的问题上进行叙述呢 然而我的另外一个势质性问题是 国务卿在几个小时前在推特上面说 杨洁篪重新承诺了贸易协议的第一阶段 但是总统刚才又在推特上面表示 与中国完全脱钩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想知道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矛盾 或者说如果你不想去试图调和这两者 只是说国务卿方面说中方已经重新承诺 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真的认为他们会这样做吗 史迪威表示这是一个好问题 外交部的声明如果你还没有看过 你请去看一下 很明显我和他们相处的时间比较长 但是正如我开篇所说 外交对话是有效的 如果有一些细节保持安静 不予公开 这样外交才可以给每个人提供调整的空间 而不是把对方逼到墙角 强迫他们采取无意的或者是不想要的行动 或者根本不采取行动 再说一遍 我现在不能告诉你任何我没有办法告诉你的事情 你坐在国务院的新闻发布厅里 但是我想允许外交方式采取他的做法 同时虽然我相信开放的精神 我肯感谢有这样的机会与你分享你所需要的信息 这样你就可以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然而当我看到中国外交部的声明时 他与我们在这个战狼外交的环境中看到的东西实际上是相当类似的 这非常典型 中国外交部的声明非常的尖锐片面 有的时候不符合实际 所以我会尽量多地分享我所知道的 但是我不会去反驳他们的细节 而至于国务卿和川普总统所说的不一样的地方 我只想指出贸易协议上中国人已经多次重新承诺 不仅仅是在最近 而且是从去年签署以来 他们坚持他们会贯彻执行 这是一个很好的测试 可以看一看他们是否是我们的合作伙伴 他们是否用言语和行动在贸易领域建立这种信任 我认为这可能是这种关系最基本的方面 因为正如你所知 贸易如果做得好 那么双方都可能会平等受益 现在如果你设置贸易壁垒 这是我们正在努力解决的问题 这当然不符合世贸组织和全球贸易体系的要求 这就是当时我们为什么要进行贸易谈判的原因 以加强公平和平等的需要 所以我不敢去猜测为什么国务卿和川普的言论有所不同 我只是想注意到 我们看到中方一贯的承诺是履行协议 而记者随后继续问道 我想问的是会议到底是怎么样召开的 你是不是坚持说是中国方面要求这次会议的 他们是不是提出了任何形式的开架 史迪威表示 是的 我们去年八月也做过这样的活动 当时媒体上也有报道 我们当时只是做了简短的报道 同样这不是关于某一方面的事情 或者我很自豪地讲我可以成为外交传统的一部分 我真的并不认为我们有必要说出所有其他的事情 但是我要提醒的是 这些活动发生在我们这里发生在美国 所以至于是谁要求谁来参加会议 再次我想我不能说 我可以在另外一个场合或者是其他地方来告诉你这件事情是如何进行的 但是现在的问题关键是国务卿旅行到夏威夷 并且花了很大的努力来听取中国方面到底要说些什么 所以你可以想象到现在哪一方面压力更大 记者继续问道 刚才你提到中国方面并不积极 你能不能谈一下你对他们的不坦诚是否感到失望 然后他们在什么方面不够坦诚呢 史迪威表示我会回到我们以结果为导向关系中的行动 这是我们的目的 我现在不是想特别回答你的问题 然而如果在接下来的几周内你观察结果 你自己可以看到美国的担忧 我们已经非常公开地表示了 这不仅仅是本周在夏威夷的活动 而是在华盛顿过去的几周内 关于这种挑战行为如何对等呢 那些不能够在中国自由报道的记者 却在美国对中国记者进行相关的反制时尖锐地抱怨 这种关系需要更加对等 我们提出了不少这样的问题 我会让你们来决定他们是不是遵守了这些承诺 而接下来的几周里我们就知道了 我仍然抱有希望 我现在不想具体谈论这些问题 希望给中国留下外交空间 不让他们觉得自己被框住了 我会给他们空间让他们做出决定 表明他们理解这种关系需要更多的互惠和双赢 这是用他们的话来讲 而对双方都是如此 所以我始终保持乐观 我之前经常感到失望 但同样我们将看一看 我们本周的互动是否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记者又问道 那么你将如何描述会谈的气氛呢 他们有没有谈及美国人员返回北京 还有中国领事馆的计划 我听说有人担心美国政府官员不得不通过简易程序 而这些程序是中国人强加给他们的 史迪威表示 我离开中国已经很长时间了 留在那里的人真的做了很多伟大的工作 以确保我们的外交活动可以继续进行 是的 我们正在尽最大的努力让我们的人回到中国去 并重新组建工作 我想说的是我们现在看到北京又出现了一波疫情 所以我必须说 我希望这次他们的数字和报告 比我们在武汉还有中国其他地方看到的更准确 但是这还有待观察 我们的人都受过良好的训练 就像我们现在在这里这样 保持社交距离 注意洗手并且戴口罩 但是我们勇敢的外交官将回到在中国的战场 并尽快在那里重建我们的所在 记者继续问道有关夏威夷会谈的气氛 你可以再说一下吗 史蒂威表示 是的 我只想简单地指出总体上这种关系是激烈的 而现在中美之间的关系对于中国人来说是未知的领域 他们之前从来没有看到一个美国政府真的站出来 坚持要求他们履行承诺 因此现在可能是一个公平的对等的描述 他们现在正在习惯于当前的美国政府 这次美国政府将再次坚持捍卫美国人的利益 而记者又继续问道 他们也就是中方有没有给你任何指示 或者是你现在是否认为中国的冠状病毒的数量仍然是偏低的 无论是现在的还是过去的 你们是否取得了任何进展 或者现在你是否对能够获得病毒样本实验室资料 以及我们过去从中国要求的这些东西的可能性感到更加乐观 史蒂威表示这是一个好问题 不管乐观与否 我们肯定会再次表明我们的立场 表明我们的期望 不仅仅是对美国而是对所有人 这是一个趋势的一部分 也就是大家都同意做那些符合全球安全 还有全球健康利益的事情 现在我们都同意了这些事情 但是却没有找到一种方法来贯彻他们 这种情况此前已经发生了很多次 所以就数字而言我希望最好能有实地的人去确认 现在你必须明白这其中是有困难的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汹涌的疫情 先是在武汉和湖北 还有其他地方都发生了大流行 但是这种透明度和中共的相对保密性 不允许确认数字的存在 这些数字本身是非常重要的 可以给世界所有提前通知 以抵御原本是非常危险的疾病 所以现在我们仍然坚持透明化 分享样本还有所有其他的信息 但是回到你关于数字的问题 信誉是非常重要的 一旦失去了信誉 你就很难再找回来 因此我相信你可以看到一些非常可信的非政治化的评估 包括科学期刊等 他们都指出中国所报告的数字是不可能的 这些数字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低 我已经看到的报告显示 有的地方真实的数字是当地所报道的十倍 因此一旦中国失去了这种可信度 你们就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来重新建立这种可信度 我认为能做到这一点的唯一方式 就是引入中立的观察者 来帮助了解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们仍然坚持这样做 我们也希望世界卫生组织能够带头这样做 并坚持派人到实地去进行考察 记者继续问道 现在纵观整个地区 我们已经看到了中国对香港的举动 对台湾周边的战斗机架次 以及现在在中国和印度边境的冲突 你是不是能够评估 特别是在这次会谈之后 是否还有连贯的政策 可以把所有这些不同的侵略行动统一起来 以及从你的判断来看 这些行动的界限或者原则到底是什么 你有没有感觉到中国愿意在这些方面到底走到多远 你们是否传达了美国在这些领域的任何警告 也许特别是关于印度的问题 另外一方面 你们是否试图为美国划定了红线 史迪威表示 我不打算进行推测性的说法 但是我会向你指出 我看到的几篇文章指出 有的时候北京就是要创造多条战线 因为现在世界正在分心 完全专注于本国的病毒 对吧 因为现在整个世界还是在从大流行中恢复 这可能被北京视为可以利用他们分心的机会 我不打算提供一个官方的美国政府的立场 但是有很多的解释在那里 你们都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是什么 我们显然正在密切关注中印边境的争端 这种活动类似于我们过去在中国的边界争端上看到的活动 我想那是二零一五年 习近平第一次前往印度 解放军入侵了这样一个有争议的地区 这次比世界上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深入 时间长人数也多 同样这到底是一种谈判策略 还是只是为了展示他们的优越性而打了一拳 我不知道 但是随后我们在不丹附近看到了类似的担忧 我希望我知道答案是什么 同时我们没有很多的可见的确定性 我们也没有很多与中国同行的公开对话 老实说如果可以的话 我希望能够看到我们两国之间更多的对话产生 记者继续问道 你刚开始说中方不是非常坦诚 你也说过我们应该观察他们在未来几周的行动 那么我的问题是 第一你是否从中国人那里得到了任何承诺 希望他们在未来几周内采取行动 第二你是否发现中国最近对朝鲜的行为有任何值得担忧的地方 你是否看到华盛顿和北京在朝鲜问题上有任何可能的共同点 史迪威表示 让我先回答第二个问题 是的 这是日益增加的 最近与中国合作行为的机会似乎是越来越少了 但是有一些领域的合作是显而易见的 而朝鲜似乎就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领域 如果美国和中国都能够在这个问题上进行合作 那么朝鲜应该能够明白回到谈判桌前 讨论他们合计划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所以是的 有一些领域我们是完全可以合作的 之前我所提到的 我们将看一看 我们是不是已经把我们的观点说得很清楚了 他们也提出了他们的观点 这里没有什么争议 我想看到的是中国到底如何执行 而至于其他的关于朝鲜的问题 我将把它留给副国务卿米根 他对于朝鲜的问题更加了解 而在承诺方面我想指出贸易问题 正如我前面所提到的那样 现在我们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承诺 就是贯彻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 因此如果中国能够做到 那么就可以帮助他们恢复信誉 我们承诺要做 我们确实做到了 因此信誉正在建立 至于其他方面 我不排除他们可能会听到我们要说的话 并且理解我们 我们对这些其他问题的关注到底有多么严重 我还是尽可能的保持乐观 但是历史并不支持这一点 但最终我认为中国会明白 在任何关系中都有付出和收获 不能够全盘接受 不能够只收获不付出 所以为了建立真正的建设性和互惠关系 美国总统还有本届政府坚持要求中国旅行承诺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主要内容 希望您喜欢并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